不是,你这样说,猜测了一个他女朋友的候选人是我们LPL的结束 诶 这就是小米自己 不是,因为这是让我们最惊讶的一个结果 对 这个话是 但是 他否认了 他否认了 他一直在藏着掖着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第三场的班底 其实我们都认为那个人应该是弟娘 是的 我们会很惊讶吗 他们先搬了瑞文 就是危机那个上单 优越狗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两个强队啊 危机和EP的一队 嗯 应该可以这样说 看一下这一盘 福利尔周德之星还是 可以办了 上不了场,这个人真的上不了场我感觉 那天使被放出来感觉 上一盘选了好像有点吃不消啊这个英雄 英雄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发育的 是的 主要是感觉上一盘套路给针对的太厉害了 为什么一到BP你们俩就不理我了 让我感觉很 我在看大家猜Joker的女朋友啊 对啊 因为我是今天,因为我今天没戴眼镜 所以看不清楚比赛 我只能来保持一下跟大家这个 好,那我来一段单口向上 看不太清楚比赛 不是,你把眼睛戴上了 你把眼睛摘了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人真的是 女朋友 女朋友 你就把眼睛摘到了 天开 或者是 天开 你那个 就算不算 很大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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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在哪里 你喷一个啊你有本事在这边喷一个啊 我傻呀 不过说实话你喷的还是蛮有技术含量的 让人很难还得了嘴 尤其是在喷我们的服务 服务人员青龙的时候 对吧就感觉青龙 不知道上辈子 还是觉得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蜘蛛 现在蜘蛛也是又回来了 蜘蛛其实为什么回来呢 因为其他打也没得选 马夫螳螂 芒森都被绊 还有谁呢 蜘蛛其实黄子也可以啊 感觉EP蛮适合黄子的啊 但是小启木知道他很喜欢玩蜘蛛 是的 这个小启木蜘蛛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就是他当时在 七七的时候吧 一次陈生云雄之八赛还是什么时候 他用了一个多蓝剑蜘蛛 还是LPL 哇多蓝剑 对多蓝剑 那时候他蛮惊讶的 到后面的话流行过 他多蓝剑出门了 对 多蓝剑出门打野的那个蜘蛛 就不带回复嘛 那时候多蓝剑还是4在75对不对 因为蜘蛛确实也本身不需要 太多的回复品 蜘蛛打野基本上算是无伤的 没错 还是蛮有想法的一个选手 还是蛮有想法的一个选手 拿上的话看一下 最后一选还是要拿卡萨丁 这一选又要给VG counter了 我觉得小罗罗是选择了卡萨丁 那VG现在选择很多 配上这一套阵容的话 感觉需要一些空子 要不继续拿发条 看一下猜测很多人在猜是 小苍和密 不可能啊 对不可能我们已经排除掉了 什么话 感觉话里有话 感觉 感觉我们在这边抱这么多八卦 会不会被封杀啊 封杀什么 周克明天拿一个什么东西 周克明天拿一本金刚经 然后站到门口 敏勒祝你超迷百岁 祝你女生平安 那是要饭的吧 武文天 那感觉杀伤力还是有点足啊 是的 大家阵容已经确定了啊 卡斯克卡牌 补充一下团队的控制啊 我觉得VG这个阵容的话 蛮不错的 这个阵容超后期 就一点都不怕卡萨丁的 为什么 因为天使跟卡牌两个人 就后排往那一站就无敌 对 然后本身的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一旦被VG出席占到优势 那EP肯定是没法打的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我看到一个很精细的回答 这个阵容后排 这个Joker女朋友是娃娃吧 但是他说的娃娃很可能是别的娃娃 另外一个COSER叫机器娃娃 大家想到哪里去了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没反应过来 刚才 我突然说 我突然想吃 谁谁是娃娃 谁还叫娃娃 没没想过来 原来是这个娃娃 有一个COSER 有一个COSER叫七叶 不记得 还是有的 对 有教练的个人的这个 你们几个别走夜路 小心可儿 大家想象一个画面 可人拿着一把圆月弯刀 人猜孔连春 哈哈哈哈 哎就孔老师和可老师一生幸福啊 对吧 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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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之导 哎现在他叫许之导你知道吗 是吗 对 就大家现在不太愿意叫他教练 因为他声音像分辨的朋友 会有送信 哎我们赶紧进游戏好不好 我这样 请导播进入游戏画面 哎 哎 我因为他姓许啊 嗯 我们在想什么 我知道 他叫许天啊 哈哈哈哈 大家还是点我们的订阅比较好啊 来看一下 这个飞机皮肤好可爱 我也喜欢这个 就哪个 海牛吗 就那个不是不是 雪道速滑 对对对 这个皮肤当年特长的时候才2000多年 这个皮肤有人说是因为他没有翅膀 所以模型比较窄 特别小 有些地方可以过去 是吗 嗯 就比如这个锯膜的柱子立起来的时候 有的大皮肤去不了 但这个小皮肤可以去 他飞碟那个皮肤就哪都去不了 太团肯定卡住了 哎 我真的觉得皮肤应该稍微带一点模型上的大小 或者说那种 哎 是 会比较有趣 所以甲克斯最近都小小的 嗯 这飞机 整个像一个射出来的针头 爸爸 哎 但是这边没有 哎 没有控制 没有控制 船长你去哪 船长 杀不了 杀不了 那船长在干嘛 船长一直没学E吗 那他肯定反应不过了 他刚进草丛 那个家伙已经跑了 再说 但是他在这边 他在这边 他在这边 是一个鞋子出门 哎 带着 一些四红吗 哇 对他这个 那还是有点意思 对 移速应该有三百八左右吧 看得到三百七十一 我没看错吧 感觉视力有点模糊 中间那个大叔有兔子牙 兔子牙什么 说你 第一 我比米勒行 对对对 不管是从身份证 如果娃岛跟米勒身体交换会是什么样子 答案是看不出来 我觉得会 妈妈的身材还是 但是加油不了 加油不了 那两个 OK的 我想说你那两个腿 腿怎么样性感 感觉那天在看阿露直播的时候 你那两条腿似乱 我觉得和旁边的妹子腿差不多 就有点像泰坦那个气 你说旁边妹子的是软软还是小眼 都差不多 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无误拍的 中路卡塔丁打卡牌我觉得出息优势 实话 卡塔丁打卡牌也蛮好打的 实话真的是优势 现在这个版本卡塔丁打卡牌真好打 但有一个问题是 卡牌这个英雄在团战的时候捏一张黄牌 卡塔丁不敢进来 这个是 秒定 对这个是卡塔丁比较头疼 就是卡塔丁英雄 你一个女坦你是牵制不了她 一定要配合一个控制 所以威姬最后选拿了一个卡牌 来了 两个人消一个闪现 还好消的比较及时 闪现外卖 那这的话就一张黄牌逼了一个闪现 还是不错 对 那卡牌这里的话是 那下一波他闪现可以再配合打野抓一波 对 然后你再回来我急跑再配合打野抓一波 这卡牌 现在很难受 对卡牌中路带这两个招牌是技能特别容易滚雪球 对 一波把对方打掉了以后就好打 但是这个 有一个缺点就是 有时候会被一轮秒 因为他不带任何的防御的 什么护盾啊这种治疗之类的 还是比较怕爆发的 这盘两边前期可能都要 比较顺重一些 毕竟是BO3的最后一盘 JY买了两支块 不到一盘 哦 我刚才 我刚才想买一百块钱德国 还没买出手 那你该听谁的 像我们这种小姐的时候还是想买一个 我觉得买个五十块钱可以了 迷行迷行 下路这里还要掉 在买球 看到一个朋友说 关于这些世界盃很多人都不是在看球 而是在赌球 关注的已经不是体育竞技 而是各种球盘分析 来了 黄牌没有秒切到 但是 但是应该是死了 不过能换一个吗 太多人了 四个人 四个人 这样的话天使和塔能两个人交了闪现 啊 其实也又迟回来了 黄牌 秒切血色还是需要 需要一点难度 没有切到 最近我还买 哈哈哈 我感觉我们俩刚才 还好没把钱给娃娃 我们俩压一屁 一血又没关系 这个实话 就是中路一敢选卡扎钉 肯定要被针对 你看昨天LPL的比赛也是的 就无脑针对卡扎钉 好 是我太肤浅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对啊 慢慢吧 没有关系 有人猜就可能女朋友是不是虎妞 哎呦呦呦完了 来我们看这一波团战 掉起来 这不是团战 这是抓人啊 啊 一下去 反手一个一 又是一张黄牌 怎么打了一下手能 这次是交了闪现 这边的话直接卡牌出现有点顺 那卡牌等会一旦节奏带起来的话就难受了 卡牌一人头一出弓 两个招式技能虽然全用 但是都是物有所值啊 对啊一个招式技能换换换一个助攻或者人头 这是对于卡牌来说是很赚的事情 很嗨 那EP这边比较尴尬的是他们把塔给推了 那待会如果这波线过去的话 他现在有点没事干 不过天使这个英雄扣不住线 这也是真的 不开意就好了呀 那还是天使我觉得不会这样做的 不开意 不开意上去打有点太难过了 就很难受我跟你说 近战英雄啊 这鹿鹿一下就很开心啊 不开意的天使只是一个平凡人 平凡天使 今天鹿鹿的卡牌慢慢补刀 不过有一句说一句 一拼先进入到满场 飞机 在我现在觉得用飞机的 有用飞机的AD选手都是 很有想法的AD选手 以UC还没代表 打不过呀 卢仙加女坦感觉打不过这里 飞机的输出很高 一跟上以后 哎呀感谢还可以 那张的话再交一个传送过来是天使 减速挖到之后感觉有点杀不掉了 应该可以杀掉吗 应该可以杀掉了 一换一辅助一换一 对三打四辅助一换一 很不错啊 还可以还可以 而且这边露露的作战能力 持续作战能力要比现在的凯尔要强 卢仙安我觉得他有点怕飞机 因为我们说卢仙安他是一个线上 对比起来很厉害的 但他拼不过飞机 哦卡牌这边如果飞的话 要跑了 快跑 啊已经飞了已经飞了 飞到身后 飞到身后 定到VG 人家跑不掉了 关键是飞机这里的话也没有蓝了 不能再持续的做输出 这把要被打抢了 我发现VG刚才的第二把和现在这把 都是运动他们的一个套舞故事 永远都是在局部形成一个完全的一波打赏 对很果断 对 就是要么我初期可以牺牲等级和线上经济 我直接什么四打五 这种什么就直接来了 有点恐怖啊 就感觉EP现在有点顶不住了 我们顶不住了 美惨 但是我记得EP打这种翻盘局也是打过挺多次的 但是现在这种已经换了 我觉得就是船长不太适合那种翻盘局 他不像步屏那么稳 小醒目还是属于那种非常凶快的打野 关于你们俩身体不换的脑补 大概已经进行不下去了 我们可以开一个新的话题了 还想玩吗 好恶心 你为什么这么说话 你到底走了 你们觉得迷了恶心吗 哈哈哈哈 这个话题不计计计下去 这个几个蓝BUFF 卡扎金还是一定要来拿的呀 等你来 卡扎金是急需要蓝BUFF来发 有一些他这把卡扎金这么不顺的情况之下 还选择女神之类 这个是完全为了后期考虑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卡扎金如果你出机特别难受的话 其实你可以选择直接出那个时光 真的可以直接出时光 他这种装备成型会比较慢 两个都出的话 如果不是特别顺 真的成型会比较慢 对就是说 你现在已经是劣势了 但是你现在参团是没有作用的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是 干脆不出时光 哎那边拉到了 拉到 有拼啊漂亮 打出一个闪现 真本打不过 六级的飞机 遇到了 雨坦这里没有召唤之技能 应该是可以带走的 就是这里还有个红BUFF 这个E拉回来 W留了很久 是的 好 这里终于是利用蜘蛛力波干客 抓住了一次机会 嗯 其实总算是打开一些局面了 但是小洛洛这边 中路面对卡牌还是有点头疼 他现在没有装备优势 打不过这个卡牌 这个有人说什么船长 船长是这个 孙雨泽的昵称 小喜木的 小喜木船长 小外号 他国服不是叫小喜木船长 CUT 之前叫什么 愤怒的小喜木 然后又改成 说到改名在说什么 关于林耀在这一阵里再又改了一个 我表示我已经不想要看了 一点都没有特别 然后 然后 这里优势卡牌飞大 天哪 定住 定这个锤石 要杀两个 要杀两个 这个万能牌 没有丢头 但是螳螂拿到人头 再让黄牌 还换掉一个 女坦被换掉 看看顶卡先把塔A了 这个最聪明 一换三 一换二 对 绝奇又是一拨小高潮 唐朗拿了一个双杀 小洛洛支援过来 太晚了 卡萨丁 虽然能跳 但是没有卡牌 这种瞬移 对 这个还是有点 治卡萨丁的支援 小洛洛洛 小洛洛 小洛洛 你想清楚啊 小洛洛 他只是来干扰一下 而且你看他现在完全没有伤害 他现在很尴尬 他的装备好低啊 他的装备好差啊 对对对 好什么好 他打得好好啊 他十级七级 十分钟七级啊 这个说实话等级有点低 对于中路一直刷的玩手 卡尔和露露 再另外一个次元 或者相亲相爱的事情 露露打开 你杀我一下 我捅你一刀 在这边阴着啊 等于可以抓一个回程的时间 但是再不走的话 蜘蛛要包过来了 看就这样 就换血的话 其实也换名卡牌 因为现在卡拉丁护盾 扎的没以前多了 这个很尴尬 果然是他现在伤害也打不出来 因为他满身都是属性装 他有个饭盒感觉可以换一下 没饭盒的话 卡拉丁补击也是个问题 因为他有水 他还没出那个什么 没出那个水晶瓶 下意识地说他有水晶瓶 你打卡牌的话好像 压力也不是很像 我觉得一般来说 卡拉丁出门还是 有什么水晶瓶加两红三红这种比较好 就打卡牌抱你这种 压力不是特别大的话 也有人会选择多蓝戒 但你多蓝戒没有意义啊 对于他来说 就是多蓝戒 比如说他一般其他的AP的话 就是出去能够补一点伤害 还能够回来 但是对于卡拉丁来说 你中期一个多蓝戒的作用 对他来说不如一个水晶瓶的作用 真的行 真的行 回家饭客总算做出来 但他这个时光 突然就等于17分钟往后了 对 那这个时光加 这天是成型得30分钟了 这边螳螂过来 7级的大螳螂 可凶了 这螳螂 可凶 这个皮肤 是bug吗 就是他没有出那个进化任何的 进化的Q 他进化的Q 看到他的左上角有一个Q的这个图标 不是先进化大招的螳螂比较少见 对 就是先进化Q的螳螂现在基本上已经绝技了 但是他这边的话是追求伤害 我觉得他先进化 进化Q的原因就和我们平时不一样 我们平时先进化大招 可能一开始对方的卡还在 还在正常对线期 但这一把的话就是一般人抓人 他要追求自己一个极限的伤害 啊 华岛姐说的非常流道 对 有时候会这样 就顺了会先进化Q 但腻了以后有时候会先进化E 就是赌一波 赌一波能收割起来 这飞机很机智啊 先R两下 飞机已经是两项了 但是离三项还有一项 哇又五千了 感觉这两个队打起来真的是大开大合 对 这动不动就五千 真的是有点招住啊 这12分钟就五千了 真的是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说什么其他的 就是滚雪球能力特别强 所以你刚才真的给他们发短信了吗 哎 你们又没给钱 别人都没发呀 这是 当然没发了 哈哈哈 现在反正是比较难过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拿的出击就会被限制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拿的出击就会被限制 所以让威技出击套路打的确实很好 哎 我人扯摸下去了 这两边进入他一个推中塔 这个中塔又不敢守 这中塔绝对不能守啊 没有AOE这几个人 你看这几个人只能拿飞机清线 很尴尬 就开大招了 飞的位置在哪 飞过来想抓之说 哎呀没吊起来躲黄牌 那这样的话死了 应该已经用了 有可能 这边再指一下 还好 小洛洛是极限的而逃生 现在VTRS要滚起雪球了 卡牌就这样 勾一下 差点勾到无先 飞机现在也没有伤害 对 飞机两项 装备按道理来说也算是可以了 但是他还需要装备 但是一般你直接裸三项 现在这个版本三项这么便宜的话 十几分钟早就该出了 啊防御塔再被推一次 防御塔领先三座 四个防御塔 四个防御塔 相当大的劣势 领先三座防御塔 应该现在领先一条小的 这个简直是一简单 哎 差一点点 其实我一直没有机会解除IRSPR 你在解除IRSPR的时候 就 有什么感觉呢 就是说他们没有那种特别僵持的局 不讲道理啊 西叶什么 八几八分钟回家杀人数 好吧 西叶很喜欢出杀人数 对对对 我有一次解除TGA的时候 在他身后看他 好像他只要玩安妮必出杀人数 还是玩什么中班都要出杀人数 什么都出 他都喜欢玩安妮和罗布朗 对 他的时候卡拉丁也是直接一般杀人数 就没到 然后就是看我看了一场危机那个比赛嘛 就是伤单打入 确实是卡拉丁 名字叫卡拉丁 人家进化Q的堂上真的好少 你感觉伤害确实看打野怪蛮高的 啊这边天使早早就出了一个大蓝药 对他们说现在大蓝药在中期的收益特别很好 对很多职业选手都很喜欢出地 就中期大蓝药开始不断了 就是特别一些特定的英雄 比如说八条啊卡牌之类的 要不断的放小技能的这种英雄 是的 CB啊在中期还有在中间比较好用 这一盘这个卡这个卡资克加卡牌真的是顺道不行 你看他们数据 一个五杀三助攻一个是三杀三助攻 太肥了 对这两个人就特别能带节奏滚雪球 感觉女坦要直了啊没机会 直的话可能会被R走 我感觉一批现在即使往后期打的话 VG这个阵容也不怕 这个阵容不怕 他们这个阵容感觉不冲上去就赢了 啊勾到了谁 还勾到女坦算了 先去呼一下 呼一下呼动了 哎米勒改名字呀 呼你熊脸 太土了 呼你熊脸 你叫飘用米勒就算了 你叫飘用米兰 就是我喜欢一些米兰啊 我知道 就一下就感觉那个名字 哎你叫飘用呼脸好吗 跟你差了很多 不好 哈哈哈我刚忘了叫呼脸 我又不喜欢呼人脸 你这个人 要把你的事了 哎勾到了勾到了又勾到女坦 天哪 而且女坦等级说实话有点低 全场一直在帮忙游走 只有七几 而且还死的蛮多的 三个全是塔死的 那这样的话保持好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其他人这种有 赏金的就比较死了 现在天使卡牌都有 一个有蓝一个有大蓝要 等于这个塔要要拿了 要拿的话 这个很不错 我先把血线压低 黄牌切在手中 没有机会扔出来呢 只能打一下他 哎露露接 下了自己个大招 有点稳啊 我没听见这个大招 有点被吓了 有点吓有点吓 因为你要是 刚才卡特克已经开大了 刚才卡特克是开大准备上的 所以露露这里给了自己个大招 我说实在是卡特克 这个不进化大招 他那个大招 时间太短了 他还没到11级 对 他这样的话肯定是16级在进化大招了 这样的话其实他很好秒 我只能说他很好秒 其实他现在可能也觉得大招不好用了 所以他现在危机一定不能冲太凶 因为卡特克没有想象中那么肉 虽然有天使 小龙龙这边时光杖总算出来了 在17分钟左右 算是比较合格了 还毕竟没有拿到人头 哎什么情况 强牌真眼 但是居然碰到了一下大龙 感觉这个大龙好像 就看他不上 上路好大一波兵啊 这个路线开心了 现在飞机是总算有三项了 太慢了呀 这个18分钟三项 感觉他现在还不如出个法穿鞋呢 对 他现在出大剑 感觉收益完全没有卡 这个法穿鞋的收益高 那这边卡牌 感觉帽子或者中亚 哎这盘他抽中亚真的就稳了 出帽子的话还有一丝被翻盘的机会 现在已经是一万了 一万真的很难翻 也只在下路蹲一下 自己身上有传送 卡牌是直接出帽子 追求一个高伤害 有人说我喜欢被忽脸 谁会喜欢被忽脸 被老婆忽脸 看米勒的果照是为了减肥吗 因为有人在求米勒的果照 为什么会有人求我的果照 就是他们现在什么话题都在创建 然后看我会飞到哪个比较好的拿出来 但目前我只没有看到 比较适合我们演展的话题 这边要在大龙这边做点文章 先把眼空掉 然后蹲 然后蹲 你以前上学的时候是广播站的 对啊 真的吗 真的啊 好 大招开了 逼你走 那边开楼吗 不敢不敢飞啊 他没中亚不敢飞 直接飞到上楼去身材了 下楼还有凯尔就带线 露露现在一打一也打不过就可以了 露露真的有点怕卡 凯尔这几下呼 露露小声蛮扛不住的 好了 这个状态止了 大招看看怎么样 一卡大招 减速到了飞机 但是已经是秒掉了垂石 而天使在下楼带掉二卡之后 看看这边小楼楼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黄牌定到了吗 定到但是女卡输出 不够不够 不够啊 没杀掉 哎呀 蓝牌 哎 掉一下 这张蓝牌速度是够的 哈哈哈 跑不掉了 但是这张蓝牌可以捡一个人的 不过现在这张真的是完全没法打 经济差异太大 刚才卡达丁真的是差一点啊 虽然黄牌丢出去了 但是一个女坛很大 嘿嘿 卡达丁自己怂了 杀掉了 还是没有给卡达丁拿到头啊 卡达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育 对于现在的一体来说是最难过的一 好 卡达这个处当是 有点往优家的方向走啊 就是出比尔究特等到吗 对 他再出了一个常见也没有其他解释了 现在还蛮 轻语啊 蛮有想法的 他不会这么早出的这个场景 我倒觉得他现在感觉可以出法传家轻语 拖败出出来也感觉很坚的 嗯 不过这个阵容好像也没人追忽 要投身 拼起来了 小洛洛在等 在等蜘蛛 再过来 拎到之后 哇 直接没有给卡达的机会啊 嗯 那这样的话 哎 一把长剑插在地上 那是正义之剑 做一个 墓碑吗 请问米勒什么时候会掉断 大概在明天吧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 凌盛点输了有连输三四盘了 你钻五凌盛点吗 对 你现在赶紧找个人双牌几局 要不然你再输了 他一直在找一个人双牌 我是在天天双牌 但是我们每天双牌都在跪 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人开着不动 会相比什么段 不是我不是我 没跟他双牌 对 不是 但是我们打的比较保险 哎哎哎 过来最后一波机会 好 拉到一个天使 但是这波不好秒天使啊 哇天使伤害好高啊 给露露大招给锤石好浪费 那这样的话可以追击一下 卡牌飞在哪 看看 已经黄牌出手了 我听见声音了 露仙应该可以秒掉 漂亮 天使给自己一个大招 这边是 哎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可以 打得不错打得不错 哇 刚才如果露露大招在的话 感觉这波已经是可以赢啊 对 完了 小露露被秒杀 露露这个大招确实放的是 给一个权势没有用 因为权势他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Q和E都已经用过了 他就可以去死了 就是中单露露或者上单露 这个大招一定不能给 哪怕他带千军一发 你也不能给他 你就相当于天使给大给土著 你觉得那合适吗 不合适 看情况吧 最后天使也快死了 就算一个露露还坚挺 去冬天藏 这里拍到一个这次 我觉得 这个想法还可以啊 就总要为他解释一种合理性 你哥明天白铁几个打牌位 然后他快掉断了 我明天白铁也要打牌位 我现在看得很开 你要 你要狙击 阻击一下他 还要一杯包也一盘啊 对啊我拍到你就挂机啊 我拍到这边 OK的 精彩回放 我说可你拍到一边我就挂机 这个大招给人太没有道理了呀 给完以后如今一个大招 点在这里三个人走 你都被我气得不说话了 你看 不太想理你这个 然后直过来飞机一走 飞机W走 还可以这一波打 但是卡派你看在另外一边 开了个加速 追人真的是追的不要不要 他感觉飞的背景有点糟糕 对有点糟糕 飞到那边去了 飞到蓝buff那边去了 他飞到三人那边 不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是的 我听见他黄牌已经丢出去了 我也一丢到卡派进去了 结果一看他在那边追残血的人 有了你打Rank一定要觅我 不要 我会告诉你OK 对我现在游戏开着我不打 我一看到你的那个PRO米兰正在队列中 我马上点开始搜索 你知道这两天我排的时候 赛尔就想击击我 结果他 他成功了 对我给我给阻击了 这样 结果阻击了一盘 他不是钻二吗现在 我以前也是钻二 好大家明天一起去一区阻击米勒吧 说的感觉有点伤感啊 就一周之前还是钻二 现在已经是钻五零胜点了 就感觉贼快 可以理解 米勒是一个很容易上投的选手 对 就我打 打胜了就 就随便打 你其实是优势 打输了就不在意 就顺浪逆投了 随便完了 就感觉 就感觉输得贼快 这边小弯道已经做出来了 再加一个攻速学 现在飞机这攻速倒挺快的 但是他现在没有给他那么手短上去A的机会 他如果这么手短上去A的话 相信凯尔一定会呼他脸 感觉他这个阵容好像只能打到鱼毯 只能打到鱼毯啊 凯尔看到有一个人出现在他的射程范围内 能不呼他脸吗 肯定要呼啊 就哪怕没有专门呼他也是被建设了一脸 就感觉贼痛啊 这边小飞机有一个小弯道感觉有点厉害 已经有人在说了一个钻石号 电衣一个钻石号多少钱 我要专门买一个去足迹米勒 不至于不至于不用买 明天租我的号200块 哎 哎 迷了一想哎 明天我可以租租玩玩的号 然后帮我演一把是吗 对 一起来有点危险应该是跑不掉了 哦还有个闪现 哎又给一个大招 那这样的话这个龙也受不了了啊感觉 对 蜘蛛没了然后露主又没大招 感觉露这两个大招好像永远都不太好 有点太相信队友 有时候卖一下还是可以卖的 那个蜘蛛必死啊 因为我觉得蜘蛛闪现都可以不用做 感觉在 大招留人啊漂亮 这边是交了闪现跑去好了吗 好像只是一个加速 来这个飞机很机智 终于带一下线 然后赶紧留 哎很聪明 不错 这边的话大拢没打 威绩也稍微有点稳 可以 但是一看经济差距一万四 威绩肯定不知道他们经济差距 已经没有到这么大 要不然刚才那一波是随便的 对就感觉很黑啊 对 好快快 看房间也在说 好快快 大家赶紧订阅一下我的房间啊 现在房间的订阅数是小米的几十分之一 就感觉每次跟他双排就要受他欺负 大家赶紧把我的订阅订阅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 就不就找一帮人过去退你的订阅吗 哈哈 看看小米现在有几十万订阅 没有没有没有很夸张的十几万订阅 十四万订阅 那产品你在哪里买的 哈哈哈哈 我真的我真的是每一期米时米克都送三个一万点 就感觉娃娃这个人他说话就 这是有代价的好吗 肥真的对吧 哎就跟真的一样你知道吗 就感觉好像真的是买了一样 哎迷了你什么时候吃屎 我不信 这个还有一句说一句 大家都支持小米的这个米时米克 他每周一期吧应该是每周一期 我现在订阅是141414 好像很不吉利啊 求一点订阅把他刷过去 求一点订阅啊 求大家把那个订阅退下 啊你们第二个 大家可以到娃娃的房间去订阅一下他 因为娃娃平时直播的时候一直在 上演各种口才的本子 哎这个的话 大家如果想学一些独特的抗压技巧 就在我的房间 语言类语言类语言面的抗压技巧 哇这个观众真是太好了 自在三界 他跟我说 娃娃什么订阅不要多 你们都是你的帖子 哇你实在是太nice了 好 就他了 等会儿送他一张米勒的裸照 挂在床头 避邪 哎在床头是 避那个 避邪避邪避邪 客家 家 家 家常菜 菜 菜老狗 哎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 nice 米勒表示 谢谢 这边的话中路其实还可以守一波 但这一波如果你秒不到关键人的话 就没法打 也很难了 天使这个装备就随便呼 三件套 哇这个装备有点好 感觉危机有点保守啊 就已经一万三的差距了 而且没有 没有塔 就感觉好像乱去 我估计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精力差距 应该是很大 但是可能觉得六七先 但是对比一下装备就明白了 卡牌有金身吧 没有金身 那感觉 哎这个飞得好怂啊 天呐 哎 你见过卡牌这么飞的吗 就没金身啊很怂啊 好怂 还是要有一个落地金身 对 落地生财嘛 落地生个财 你这样说我想起以前夜梦书黑若蜂 落地财神 中路财神对吧 夜梦书感觉解说起来蒙蒙的 嗯 夜梦书也是解说的 主要长得蒙蒙的 夜梦书真是特别会解说的 他那段子一套一套 就是他是特别容易给人留下经典段子的 那不好好那不好好做解说 他现在卖水果 真的 哎今天打起来了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哇这一波伤害打得还不错 伤害打的是不错 但是 就是 不敢上 对 没视野 他也没有那种仙手能够过去秒一个谁 他们只能打一波 这个阵容真的 你上去就死完了 卡牌加天使 再加卢西安 这三个核心 你基本上很难秒掉 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他们三个核心谁都不想卖 这三个核心只要站在一块 就随便站一个角度 就不要 不要被一下 就 控到三个就 就无敌啊这个阵容 而且这卡牌金身出来了 现在可以落地金身了 嗯 那这样的话感觉 V7就可以上一下高地了 至少尝试一下啊 现在你看 卡擦地这边的装备 完全没有办法跟卡牌抗衡 他们的AP大概差500吧 我观众上次说了 你知道吗 我那个白晶1地级赛第一局 然后不是在loading吗 搬选完了以后 我开始给各位观众表演 我的合金弹头技术 然后呢 我电脑蓝屏 这你现在直播 你还打FC游戏 对 打到一半 电脑蓝屏了 然后我再进去的时候 已经6分钟了 我觉得这个可以了 第一次就输了 等一下我们找一个地方 集体直播 打混沌螺 对的 我可以通过网行 一个平台联机的 但是我打这些好看 就是要虐你 至少比青龙强 就是我感觉 我小时候在那做什么 技术都没练起来就长大了 别亏 技术都还没练起来 你是西安大空硬 对的 小时候全在七足球 不是西安林丹吗 林丹 西北 我还是西北 林丹是谁 他买了一副羽毛球拍 找我跟他双排 然后说他是西北 然后说他是西北林丹 那个金士堡四楼的羽毛球馆 建起来 是吗 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去 那我们哪天 我们去租个场子 大家玩一场 好像很贵啊 感觉你这个说话 一个小时四十 感觉你这个说话 其实有点像 有点像 东北谢信芳啊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是女人啊 这林丹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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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真的 就是米勒的意思是他喜欢你 不要紧 我喜欢你 只要有卡散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自救好吗 好我们来看 这边杀掉了凯尔 可以可以 传送过来 传送过来 一波一波一波翻盘吧 有机会 大招女坦大招大招 大招大招 哎呀 堂招拿到了大牢 但是女坦干锅救一下自己 没有伤害 没伤害 点个灯笼回来 点个灯笼回来 这干嘛 哇一个黄牌 就这三个人站在一块 是不是有点无敌 还有点卡 就还没填使 就两个人站在一块 有无敌 但是卡还被秒 另外两个人跑路了 那不跑路的话 我觉得在这里打 还真可以打的 我感觉这个 有点不讲道理啊 这个队友 这好像是最后一波 翻盘的机会了 但是没有把握到 没有把握到 就是你大楼抢了 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但是现在 金币还是差这么多 而且你只能推一个衣服 你说什么都没干 打掉两个吧 打掉两个buff 打掉两个buff 杀了三个人 有点可惜啊 刚刚那个龙如果抢了的话 说不就会成为 德马西亚杯里面 最为经典的一场 翻盘之后 是的 球米勒下一把解说 用符文rap 唱选手的符文 我应该唱那个 唱那个那个 就是LPL开赛的那个 那个词哈写得不错 写得不错 是是是 就是干 队友在猜我不换 对 现在 dp好像看到了一丝曙光 还好他没有没有看到这个控制面板 你看一万五就 感觉又黑了 有观众在问 说现在今年 因为很多国内的大 就成立战队都是有这种的变换嘛 有典型代表 OMG 然后WE IG 还有EDG还好 EDG好像也在招韩语方译啊 对 感觉有动作啊感觉 对就感觉 就感觉这个的话可能 观众都在期待 就是说他们能不能进S4 如果进来S4 如果进来S4的话会怎么样 嗯 其实我也蛮关心的 我关心的是LMQ 他们感觉在北美可以进S4啊 那个 那个战区的话 对对对 就那个算不算是一个中国局 就 他其实算的是联赛名额 我们是算联赛名额的 是吗 没有分国家 没有分国家地域 这个和那个足球那种五大联赛一样嘛 对吧 任何国家人都可以去提 就说是欧冠也是吗 对啊 不是世界杯是欧冠 对是欧冠 没有世界杯 如果是世界杯的话 那就不是俱乐部 就不是以俱乐部为单位了 对对对 因为其他的电子经济项目 也是以这种俱乐部为单位 就是有也有外源 所以大家 还是可以放心的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外源这个 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东西 不要怂 不要再随手 哎呦拉到了 但是有精神 不敢打 这边的话有点 哎呦还要打仙手 哎有点凶啊 卡牌没有被秒了 卡牌没有被秒了 迪坦被秒了 非常不错 天使在呼人 先呼死一个垂石 卡牌 在黄牌定造 金身躲掉 很漂亮 这样的话 在耳朵还想杀 哎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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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卡牌有金身的 其实 如果他刚才没有杀卡牌 再套一波还有机会 对 这样的话打了一个三块二 两个核心死掉之后 露露是一个不住性的一个上 他没有伤害的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的话 哎还要过来继续的杀 漂亮 这个 但是拆不掉 哇 这个艾米是谁啊 我突然想不起他的 非常有实力啊 感觉 这边是 在紧腰关头暂停了一下 不知道是哪位 而且卡斯克已经805了呀 我真的觉得 刚才卡斯拉丁那一下 上得有点没有弊啊 这是怎么切了一个 不同的画面 他告诉我们 现在两边选手的状态 人家卡斯拉丁装备太差了 35分钟的话 连三件套还没有 有点灰 好 这边已经灰复了 回复了以后 看到一个躺在地上的路线 露露 哎呀 这里还有秒 漂亮 直接给大招 这边能不能回头给一个Q 哇 等不到了 但是凯尔这里 差一点没死 全息过来给了个点燃 看来把凯尔换掉 一个勾 没有 勾到 勾到了 不敢上 不敢上 但是你要再不敢上 他没了 更上不了了 完了 没了 再让他一波了 卡斯拉只要 现在把这个A死 然后A GD就行了 连续不容易啊 今天是一个翻盘 是的 恭喜危机 2比1 战胜了一批 恭喜 2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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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1